一部非常刺激的电影《长牙》 有名人形海象 不明思义就是把人缝合成海象的故事 是继人体武功之后又一恶心造型 故事是仗势的 小胡子是个电台主持人 这天他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 内容是一个小伙子 拿着武士刀在那比比花花 结果一下子就把腿给削了去了 小胡子觉得很搞笑 于是就在自己的节目上分享了出去 观众看了后反响很大 所以为了满足观众的好奇心 小胡子决定去找视频里的主持人做个钻码 结果来到加拿大后发现 小伙子已经自杀了 专访没做成 结果别白赖以他 小胡子决定在当地找些节目素材 晚上在酒吧削减的时候 他去了趟厕所 厕所的墙上贴了许多小广告 其中一封信件引起了他的兴趣 上面写着 有一个精力丰富的老水手 想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 小胡子征愁没啥素材呢 这不是打瞌睡送枕头 正是时候吗 于是就拨打了老水手的电话 然后按得到的地址找去 老水手住的比较偏僻 方圆百里金慈一家 一个阅历丰富 一个开朗剑谈 两人聊的那是一个缓持 不过就在老水手 讲到曾经被一只海巷救了时 小胡子突然偷晕目眩 然后一头栽草 显然老水手在酒里动了手脚 昆迷中 小胡子想起女友不让他来的一幕 接受老婆管 一生都保险 不服老婆管 处处有危险 这不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左腿不见了 被针缝合起来的伤口触目惊心 小胡子崩溃的问老水手 我腿哪去了 老水手告诉他 你个糟老头子坏得狠 不相信了小胡子质问老水手 究竟怎么回事 老水手什么都不肯告诉他 晚饭的时候 小胡子破口大妈 把老水手全家女性问候了一遍 老水手愤怒的来到小胡子面前 然后甩手就是一巴掌 之后告诉小胡子 自己要把他变成一只海象 另一遍 由于小胡子的销声匿迹 他的女友漂亮妹 在家里既着急又难过 又被搭档卷毛趁虚耳入 漂亮妹答应跟卷毛 过羞羞的试试 小胡子打来了电话 原来小胡子趁老水手不注意 找到了电话给女友指点求救 卷毛为了跟漂亮妹上床 选择视而不见 小胡子看电话没人解 只要转换成语音留言 就在小胡子给卷毛留言的时候 老水手出现将其打晕 第二天早上 漂亮妹发现小胡子的留言 于是赶紧跑到警局报案 警察说在加拿大管不了 因此两人火速赶往加拿大救人 此时的老水手 开始了对小胡子的改造计划 然后给他讲了 为啥非要给他变成海象 老水手是个孤儿 从小在孤儿院找他 能交出啥好孩子 老水手的心都会干扭曲了 长大后他成了一个水手 再一次航海中沉船了 幸运的是 他漂流到一个荒岛上 荒岛寒冷难耐 就在他要因为室温而死的时候 一只海象给了他温暖 让他减回了一命 但人是铁 饭是港 一顿不吃饿得慌 为了活下去 他就把救他的海象给造了 这才撑到被解救 海象救了他 他却吃了海象 常见雷悦的内疚和自责 让老水手渴望解脱 而解脱的方式 就是希望能死在海象手里 但大海那么大 上哪找海象去 于是想到抓个人 给人改造成海象 30年来 他抓了许多人尝试改造 但都因为技术不成熟死了 小胡子听完都放了 这都杀根傻呀 人命竟然还不如一头海象 终于手术完成了 小胡子被缝成了一只海象 他的腿骨被磨成了象牙 人形乌龚 只是将人串联起来 外表仍是人的母样 但老水手没那么简单 他制作的是真正的人形海象 海象不单单只有外表 他训练制作的人形海象游泳 近时吃生鱼肉 小胡子在这么丧心病狂的训练下 渐渐放弃了抵抗 训练完成后 老水手扮成海象的母样 跟小胡子搏斗 老水手对小胡子说 他只有两条路 杀死我 然后变成一只真正的海象 或者被他杀死 简单来说 不是你死就是我吗 故事的精髓就在这 对小胡子来说 不杀死老水手就会被杀 而杀死老水手 则会丧失最后的人形 变成真真正正的海象 对于老水手来说 杀死小胡子 再找一个制作人形海象的目标 或者被小胡子杀死 虽然肉体会死亡 而在精神从面来看 不但可以像当初 被他杀死的海象赎罪 也完全象征 他成功做出了一只外表 内心都是海象的人形海象 两人用海象的方式决斗的时候 漂亮妹和卷毛 在当地警官的帮助下 找到了这里 当二人打开地牢的一瞬间 二人目睹了小胡子 用自己的长牙刺死老水手 就在二人为小胡子 现在的形象惊叉不已时 当地的警官赶了过来 警官想要打死小胡子 但被漂亮妹制止 一年以后 已经彻底变成海象的小胡子 被安置在水族馆 漂亮妹和卷毛 时不时来这里看望他 给他带来美味的鲜鱼 小胡子看着山岳的女友流下了眼泪 小胡子万分伤感 想必他十分后悔 当初为什么不听女友的话 电影就此结束 好了